泽成啊 天津的得失在什么呀 在几个偷偷摸摸的军官吗 在几个偷鸡摸狗的间谍吗 笑了 那么多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丢了 那么多战功卓著的整边军丢了 什么原因 我们还在这儿搜情报 抓内奸查邦派 试图保住大天津堡垒 不滑稽吗 陈正 您怎么了 我想犯错 我想被革职 再这么骗下去 是在骗自己呀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8月15号星期二 首先说一下中国官方 他们在今天公布的最新的中国经济的数据 是刚过去的7月份中国的经济数据 那些个详细的数字 狗哥呢就不去解读了啊 那些数字呢还是这个比较的枯燥啊 意思不大 一般的网友们 大家呢只看那个结论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美国华尔街日报 它今天的报道 中国7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全线疲软 青年失业率缺席引发关注 这个呢就是今天中国官方 他公布的这个最新的经济数据的两大看点 第一个主要的经济数据呢 是全线疲软 报道说呢 尽管中国政府他最近出台了这个一系列所谓的啊 稳增长的政策 但是现在呢 中国经济它是仍然疲软 这个情况大家呢肯定的也会是这个比较的清楚啊 因为中国政府他最近所谓的出台了一系列就中国经济的政策 那些其实呢都不是什么那个大的挫折政策 那些呢他更不是真正有效果的措施 那些呢主要还都是在这个空喊口号 在空吹喇叭 这个状况 可在最近呢已经是讲过很多了 今天的第二个大看点 就是中国官方呢 他表示要停止发布中国年轻人失业的数据 这个消息也是在今天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讲的 官方说呢 年轻人的失业率的数据呢将暂停发布 主要的原因呢 是中国经济社会呢在不断的发展啊 统计工作呢需要不断的完善 劳动力的调查统计呢 也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健全优化 所以呢 这个数据呢 现在呢是暂停发布啊 在以后等这个统计工作改进以后可能会再发布 那中国官方他今天这个消息发布以后 马上就在中国网络上是引发了一场网民的狂欢 各种这个调侃和段子开始满天飞 因为中国官方他停止发布年轻人失业数据的这个动作 他呢就是太明显的叫掩耳盗铃 这种操作手法呀 即便是中国这个最广大的 只有这个小学文化 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粉红战狼们 他们呢也是都能够理解的 他们呢也都是不能忍的这种掩耳盗铃 所以呢 马上就引发了中国网络上 针对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场大的狂欢和调侃 大家来看其中一个传播的最火的段子 说这个自古以来呀 中国政府呢都是一直在很有信心的讲 说他这个政策工具箱里边呢 是有足够的工具可以去稳定中国的经济 可以去保证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呢 万万没想到啊 中国官方他的这个工具箱里边 实际上除了喇叭就是眼罩 他现在停止公布年轻人的失业率 就是他呢 从这个工具箱里边呢 翻出来眼罩戴上了 接下来呢 他就是啊 我装作看不见 我装作听不见 所以呢 中国年轻人这种失业的状况 他就不严重了 所以呢 中国的经济呢 就继续是稳重向好 这个呢 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啊 他今天宣布停止发布年轻人失业数据 他这个操作的本质 另外还有这个更严肃的啊 更内行的网友呢 有解读 说呢 记得他自个儿啊 当初刚学统计学的时候 老师呢 就告诉他 如果说这种汇总统计的结果不理想 那就可以修改一下这个统计的科目啊 让这个结果呢 是变得好看一点 如果说这么改了以后 这结果呢 他还是不理想 那就可以改一下这个统计的标准 让结果呢 变得好看一点 但是呢像中国统计局 他现在搞的这样啊 他是索性不交作业了 在那个时候呢 也是万万不敢的 这位网友 他当年的这个统计学的老师 估计呢 也不是一个好老师 但是呢 他应该呢 也比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 在今天的这个表现呢 要有节操很多 所以呢 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 他这个操作真的是震惊全宇宙啊 统计数据不好看 那我呢 干脆就不发布这个数据了 这样呢 大家呢 就不用去忧心这个中国经济了 对吧 清醒的网友们都会知道 这个呢 就是中国经济啊 最近几年来 在逐渐的熄火 直到现在是快速熄火 出现一个快速崩塌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你这个经济要想有稳定 要想有发展 那在这个经济数据这方面呢 你必须呢 就要公开 要透明 而且呢 这些数据呢 还要尽量的准确可靠 这样的话 社会里边的企业公司 他们呢 才会比较准确的对市场 对这个劳动力 就业啊 等等这些要素呢 他们会有了解 然后呢 他们的投资啊 等等这些个决策 还有行为呢 才会比较的靠谱 这样整个经济 他才会有这种比较健康的发展 但是呢 最近几年以来 中国官方他的一个趋势啊 是这个越来越多的数据 包括这个中国经济的数据 他们呢 都是在变得是越来越敏感 对这个中国官方来说 中国官方呢 是越来越不愿意公开发布这些数据 那这个情况 对于中国经济本身的伤害呢 其实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网友呢 可能会知道 一个数据 就是今年 四月份到六月份啊 就是在这个第二季度 外商对中国投资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指标 叫直接投资 负债增幅 已经是下降到49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是缩小了87% 是这个数据 他自从1998年 有记录以来的最小季度增幅 那这个数据 他反映出来的最重点的信息 就是外商 他们对中国这种投资的意愿 其实呢 已经是降低到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稍微懂一点这个中国经济啊 懂一点这个中国和全球经济联系的网友们 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数据 他反映出来的这个中国经济的状况 他有多可怕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外资们 他们都不愿意啊 或者说他们都不敢再去中国投资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中国的这些个经济数据 正在是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啊 你这个经济数据越来越不透明 让别人呢 都是这个两眼一抹黑 那这样的情况下 谁还敢去你这个中国墙里边去投资 除非呢 是有人跟他自个人的钱是过不去 跟他自个人的钱呢 是有仇啊 他自己的非要亏掉 对不对 其实在以前啊 这些外资们 特别呢 是外资的大公司们 他们对这个中国官方公布的那些个数据啊 还有各种信息 人家呢 也不是轻易了就去相信的 但是以前这些外资大公司 他们在中国呢 都有他们自个的这种获取比较真实信息的渠道 主要呢 就是各类外资的这个咨询公司啊 禁止调查公司之类的 他们呢 是可以通过这些渠道 获得关于中国经济的某个领域啊 或者说 对于这个中国经济整体啊 相对来说 比较靠谱的信息 所以呢 在以前外资们呢 还敢比较放心的去中国墙里边投资 但是呢 在今年中国墙里边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 给我在以前的影片里呢 也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中国政府啊 主要呢 是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机构 他们今年以来呢 也针对墙里边的这些个外资的咨询公司 这些个调查公司在下手啊 他们呢 就是以维护这种中国国家安全 保卫中国数据安全的这个名义 中国官方呢 是调查了墙里边的一些外资的咨询公司 还抓走了一些人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 也是导致现在外资对中国的投资出现崩盘下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这些个外资的咨询公司啊 禁制调查公司 他们呢 就是其他外资 关于这个中国经济信息啊 关于这个中国经济数据的最主要的来源 这个呢 也是他们呢 在中国进行投资 在中国经营活动的主要的基础 近年以来 中国政府啊 中国国家安全机构 他们干的事 就是把这个基础呢 给严厉打击了 他们正在拆掉这个基础 那外资们 他们当然就不敢在中国投资了 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这个靠谱的经济数据 靠谱的经济信息 这些呢 是投资经营活动最重要的基础和决策依据 你没有这些东西 两眼一抹黑 那肯定就没有人再敢跟你玩了 这个道理呢 就是今天这个中国官方统计局 他停止公布年轻人失业数据 这个事儿 他最恶劣的一个地儿 这个呢 对于这个中国经济来说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动作 可以说呢 是雪上加霜 大家呢 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 还有中国官方 他们在上个月 也是在七月份搞出来的一个幽默 当时这个统计局呢 也是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表示说呢 国家统计局完全有信心 有条件 也有能力去完成中国全年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 预期目标任务 那看到这样的表态 清醒的中国网友们 是不是大家都会这个哭笑不得 同时是不是也会感到真的是会非常的寒冷 对于这个中国经济的前景 因为中国经济啊 中国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竟然要靠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完成 这个是不是就是天大的幽默啊 瞎搞 当然了狗哥呢 是很坚定的相信 中国在将来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美好的目标 各种美好的数据 中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 他们呢 肯定是有能力 能够编出来 关于中国的经济信息 还有数据这方面 大家呢 可以回顾一个旧文 然后呢 就更能知道 中国墙里边现在这种真实信息的缺乏 两眼一抹黑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呢 是中国墙里边最牛叉的投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的是中金公司 在今年年初 他发布的有关在今年中国经济的十大预测 或者说呢 叫十大展望 这个中金公司 应该有网友呢 知道 它呢 是中国墙里边最大的投行 它号称呢 是一家这个合资的投行 其实呢 它呢 就是一家中国国有控股的这么家投行 这里边呢 也有不少 这个中国的红二代 红三代之类的 所以呢 这个中金公司 他跟中国中央政府的这关系呢 也是很密切的 在今年的年初 这个中金公司是发布了对今年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测 他当时呢 有十大展望 主要的意思呢 就是预测呢 中国经济在今年呢 会稳重向好 那现在啊 2023年已经是过了这一多半了 大家 现在再来回顾这个中金公司 他年初发的这个十大预测 是不是又会发现这些预测 基本上都成这个笑话了 你像这第一个 他预测呢 美国在今年这个衰退压力呢 会加大 中国有望在今年实现全球率先复苏 现在你在看这样的预测 是不是就是纯笑话 因为美国的经济 他实际的表现 今年以来呢 是好的不行 美国经济呢 已经是完全摆脱了这种衰退的压力 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 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你还实现这个全地球率先复苏 真是个笑话 第二个展望 说中国股市和港股 今年呢都会实现明显的正收益 那这个呢 就更不用给我再多说了 炒A股 港股的网友们 现在呢肯定都是在流血流泪 对不对 第三个 说这个疫情之后呢 中国国内的需求呢 会修复啊 通胀将面临阶段性的压力 但是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 是通缩 是中国国内的消费呢 极端低迷 对不对 还有第五个 说这个中国的房地产销售呢 会转为正增长 房价面临上行压力 哎呦哇 狗哥呢是实在没有办法再详细的回顾下去了 今年年初中国这个最牛杀投行 他发的对今年中国经济的预测啊 这十大里边狗哥呢可以说呢是全错的 虽然现在2023年才过了这个大半年啊 还没有买一年 但是呢狗哥已经可以说这十大预测里边全部都是错的 中国经济的这种实际的状况和走势跟他这个十大预测呀几乎都是反着来 在去年的年初中国这个中金公司呢 他呢也是发了关于去年中国经济的十大预测 结果呢是他这十大预测里边呢错了九个 那今年这个情况他肯定是更牛叉了 今年他这个十大预测里边呢肯定要错满十个 这个呢就是中国最大最牛叉的投行 他的业务水平和能力 这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呢 他在墙里边禁止讲真话 他要传播所谓正能量的恶果 这个呢就是中国墙里边 他严重缺乏真实靠谱信息和判断形成的恶果 其实中国墙里边的这种情况呢 他不光是让这外资们变得是不敢投资 同时这个情况呢也是把中国政府他自己给害了 把他自己呢也带进这沟里边了 狗哥可以确定 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看到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信息 还有报告也会是像这个中金公司发布和预测的那样 在这些信息和报告的基础上 习近平呢他还是认为中国经济呢是稳中向好啊 没有大的问题 这个呢就是中国经济啊被带进沟里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呢也是集权专制体制他必然会导致的结果啊 就是集权专制他必然会导致这个最高领袖他看不到他听不到真实的信息和靠谱的判断 然后呢他自然呢也就不会做出靠谱的正确的决策 这个呢是一个普遍规律啊逃不掉的 然后在中国经济啊现在这么差啊 现在这么危险的时候 中国墙里边呢 现在啊反而呢是在大力宣传全民防间谍 全民抓间谍 对这个情况狗哥真的是这个叹为观止啊 真的是服了 大家来看中国微博上这个著名的家总来去之间 他呢就是这个微博的老总负责人 他今天呢也针对这个统计局不发年轻人失业数据和抓间谍这两个热点 家总呢也讲怪话啊 说这个统计局不公布失业数据这种做法呢可以理解 但是呢前两天他有一个朋友问啊 如果说现在呢呃有一个外商投资面向新就业年轻人的产品 投资之前这个外商呢想弄清楚当年中国新就业的人数 如果他这位朋友在这方面花钱在中国墙里边呢一些城市做调研 然后呢做了统计数据发给境外的客户 那这个算是间谍行为吗 狗哥认为呢在中国现在这种战狼时代和文革2.0加速发展的时代里边 这种行为很大概率会被举报和调查 会被官方当成是间谍行为这个呢是很大概率会发生的 所以呢微博的这位家总老总啊 现在中国官方各种瞎搞的行为连这位家总呢都感觉到是不满了啊 开始这个阴阳怪气的讲话了 这两天中国官方呢还出了一批新的全民抓间谍的这个宣传海报 六个警惕啊看上去真的是要穿越到第一次文革那时候 这六个警惕据说每个呢都还是这个真实的故事还有案例 第一个说呢在中国墙里边要警惕那些建谈的网约车司机 说呢有一位小言他呢乘坐网约车到外地出差 一上车司机呢就问他要不要听一些内幕消息 说呢这些呢都是平时听不大的内容 然后呢司机呢就开始制造抹黑言论宣传邪教思想 那小言对司机的这些言论呢就悄悄录音 随后将车辆信息和证据上交给了中国国家安全机关 这个呢是中国墙里边的第一个警惕啊 必须首先呢要警惕那些建谈的网约车司机 第二个呢要求呢要警惕热心的高薪兼职啊 说这个兼职机会呢也可能是间谍 第三个说呢要警惕军事发烧友 说军民里边啊间谍多 第四个呢要求呢要警惕乐于交友的外国人 第五个警惕给我认为呢是最奇葩啊 说呢要警惕不知底细的恋人 这个故事说呢小乙是中国某重点大学的学生 在国外交流学习的过程中跟小Z发展成恋人关系 但是呢这个小Z呢他经常向小乙呢询问专业方面的问题 并查阅小乙的电脑资料 相恋三年之后小乙才发现这个女友呢是域外军情部门的间谍 跟他交往的目的呢就是要收集中国的情报 最后一个警惕 中国官方是提醒中国的网友们要警惕志趣相投的网友 也可能是间谍 所以呢狗哥真的是真的是叹为观止了 别的也不想说了 狗哥呢就模仿一下片头那个小视频里边啊 进行灵魂一问啊 就包括中国经济在内 中国现在被搞成这个烂样子啊 被搞成正在崩盘的节奏 难道主要就是因为几个偷鸡摸狗的间谍吗 难道主要就是因为传说中的境外敌对设立吗 是不是都是自个儿骗自个儿 好了今天的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 各位志趣相投的网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